这是特朗普上任后第二次发表国情资本演讲,也是有记录以来第二长82分钟的国情资本演讲。 在2018年发表国情资本演讲时,站在特朗普身后的,是副总统彭斯,和共和党议长瑞恩,两人都是他的盟友。 一年之后,彭斯依然还在身后,一长则成了民主党的南希佩洛西,不知特朗普,是否有感到如芒在北,演讲刚一结束,纽约时报就对特朗普的演讲内容,进行了事实核查,发现其中有的真,有的假,有的夸大了,有的缺少背景并不成立。 那么,首次面对分裂的国会,特朗普的国情资本到底讲了啥?求团结特朗普在演讲开始,就呼吁两大团结,求同存异。 特朗普称,我们必须避免报复性,对抗性,惩罚性政治,拥抱合作,妥协,共同点的无限可能,我们一起,可以打破数十年的政治僵局, 民和旧的分裂,治愈旧的伤痕,建立新的联合,形成新的解决方案,从而创造伟大的美国未来。 自2018年11月中期选举后,美国国会的分裂已成定局,民主党控制了众议院,共和党继续控制参议院。 此后,从12月21日开始,美国经历了长达35天的政府关门,损失数十亿美元。 其焦点就在于,特朗普想要57亿美元资金,修建南部边境墙,民主党不同意。 就连核实发表国情资文,也成为特朗普宇宙。 医院议长佩洛西争夺的点,佩洛西原本要请特朗普1月29日发表国情资文,后由于政府关门持续,推迟了特朗普发表国情资文的时间。 纽约时报分析称,特朗普全团结的号召,预计不会有明显效果。 特朗普上台后实施的就是分裂的政治,只关注于自己的诉求,忽略其他党派。 纽约时报称,民主党根本不会把特朗普的话当真。 求建墙修建美墨边境墙,依然是特朗普2019国情资文中的重点之一。 特朗普在演讲中老生常谈,称美墨边境墙是必须的,明确表示我会建墙。 简单的说,墙有用,墙拯救生命,修墙问题,目前是特朗普与民主党最大的分析之一。 虽然从1月25日开始,美国联邦政府重开门,但是这项短期协议,只能支持到2月15日。 若是在那之前特朗普与民主党无法达成一致,政府面临着再次关门的危险。 华盛顿邮报称,特朗普在国情资文演讲中,虽然再次呼吁建墙,但他并没有表示,如何会令他满意。 而民主党人在听到特朗普描述他眼中的边境危机时,大多一边摇头一边表示不满。 外交政策外交政策,一直是国情资文中的一大重点。 特朗普也借此机会表明了,他在景象主要外交议题上的态度。 在朝鲜问题上,特朗普首先表达了自己在美朝关系推荐上做出的历史性贡献,称若是我没有被选为美国总统,我们现在可能正处在与朝鲜的战兵州。 其后,特朗普宣布将于2月27、28月在越南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,举行第二次混互。 5、在委内瑞拉问题上,特朗普谴责了委内瑞拉的政治乱局,表示支持委内瑞拉反对派领导人光伊多,并强调,美国永远不会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。 在伊朗问题上,特朗普在称,伊朗正在做非常非常坏的事情,表态,我们不会忽视一个威胁美国人民、威胁犹太人民的军政权。 此外,特朗普还提到了撤军爱富汗和叙利亚的问题。 目前,美国已表态将从这两个地方撤离美军,但美国国内有多种反对意见,导致撤军进程缓慢。 特朗普再次表态会撤军,称伟大的国家不会为一项永无止境的战定战斗,白色海洋除特朗普的国情资文演讲内容吧,民主党女性,成为现场最耀眼的存在。 在2月5日晚的演讲中,大部分民主党女性都身穿白色服装,坐在一起,成为一片白色的海洋。 在演讲开始前,包括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在内的众多民主党女性议员,还拍了多张宣传照,以示对女性参政运动的支持。 这一届的美国国会是史上女性议员最多的一届,特朗普在演讲中也提到了这一点,也把现场一片欢呼。 去美联社,女性议员身穿白色一定程度上,是想表明女性的团。 且,表示,他们不会放弃得知不义的权利。 民主党的回应在特朗普的国情资本演讲结束后,根据惯例,民主党选择了一位代表,对总统的演讲做出回应。 民主党选择的事先写成为美国史上首位黑人女性州长的斯泰西·埃布拉姆斯。 埃布拉姆斯在代表民主党做出回应时,将重点放在了投票权的问题上。 埃布拉姆斯表示,虽然我承认了2018年佐治亚州中期选举的结果,但我不能,我们都不能接受破坏选举权的行为。 埃布拉姆斯称,美国民主的下一场战斗,应该聚焦在投票权上,所有符合条件的公民,都可以对国家事务发表意见。 当然,埃布拉姆斯也没忘记再次狠批特朗普导致政府关门,称特朗普加联邦政府员工的生计事为政治。